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美股早班车 由第一证券跟美股实战学员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线上的免费的大型公开课 在您直达实战交易前沿 那这个是我们第四季 第四季的美股早班车系列公开课 总共会做八期连续八周的每周三为大家带来 那我们在这是第四期了 所以呢接下来在28号 今天3月21号 接下来28号以及4月的前三周 4号11、18 我们还是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时间 在这里等大家上车 那本期的主题是加息以后 那今天将会是2018年第一次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关口 那我们看看加息之后 市场将会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简单的一个免责声明 如果说您选择继续参加等同于上述的交款 那这是本次的班车计划 那我们赶紧开始 那可能接下来会使用到以下的一些工具 这边也是先罗列出来平台网站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 那首先先看这个市场的情绪 市场情绪 Fair and Great Index 这个是CNN的Fair and Great Index 那又回到了前一个月比较极端恐慌的这样的位置 那也是市场现在对美联储 对这个贸易战争 各方面的一些外围的一些信息 政治也好 央行也好 全球的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也好 这个还有这个当然是川普了 川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这些等等 还有是很多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那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恐慌 市场出现一定恐慌 那从这个图表上来看的话 每次出现恐慌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对照SPY SPX 这个标普摆个图来看 每一次出现恐慌 都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底部 都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底部 那我觉得从情绪上来讲 从市场情绪来讲 我们现在接近市场的一个底部 而且这个底部将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大底部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是倾向于寻找 积极的寻找这个市场的底部 是否就在这短期附近这几周 短期附近这几周 那上一次的话 我们看到是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 出现这样极端的恐慌的情绪 然后可能短暂的恐慌情绪 在一两周之后过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是出现连续多周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现在这个情绪回来了 那我们看看是否还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 当然不排除短期内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急跌 因为有恐慌嘛 对吧 恐慌可能出现在再次出现这个卖压的释放 然后可能最终砸出一个大底部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另外我们从期权链啊 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细分的情绪上来看的话 这边从期权链来看的话 短期的这些交易员啊 现在的信心是比较消极的 那比较消极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砸出底部的时候啊 每当砸出砸出这个绿色线以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对吧 短期的底部至少是会有反弹的啊 那这边我也期待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这边我也期待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也不排除再往下跌一下再弹也有可能啊 不一定说今天或者说不一定明天这周一定要涨啊 有可能过一两周也有可能啊 反正就时间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边是比较倾向于做多的风险回报比也是啊 另外从这个smart money index来说 smart money index这边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先行指标 我们看到当smart money这边开始出现 从过度的乐观啊 过度的乐观慢慢开始转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市场会出现啊 底部啊 就当就当这个你看smart money通常是怎么样呢 在呃 市场顶部的时候啊 在市场顶部的时候 它会出现 过度的乐观 过度的乐观可能就意味着 会出现一个市场的顶部 然后随着市场的下跌啊 不好意思这也是应该是消极啊 消极要不逻辑不对啊 assess pessimism 过度的消极 然后市场高点的时候它反而是消极的 因为它可能是不断的在随着这个拉升的过程当中在卖出啊 然后等到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呢 它开始又变得比较的积极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市场在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这边它是达到了一个较为积极的位置 所以smart money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断的建仓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然后这边拉上来之后 现在这个指标开始有点走弱 那随着它走弱之后呢 可能这边这个股指慢慢的向上飘 是有可能的 因为smart money并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消极的这样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指标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 那近期的板块表现的话呢 从每天来看啊 昨天金融板块还是挺强的啊 可能有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在里面 但科技啊表现的比较弱 那我们看到近期来说 近一周科技表现都是比较弱的 银行稍微的好一些啊 这个资金流入避险情绪的这一个防御性较强的utility 那从全月来看的话 科技依然是领涨的这个板块 银行全月来看是收跌的 那我之前有说过一个啊 就是在加息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 加息稳步加息 或者是加快加息稳步大前提下 银行板块应该是涨的 如果银行板块不涨啊 该涨的板块不涨 那这边说明大盘是有些问题的啊 说明这边大盘是有些问题的啊 因为银行呢是第二权重的啊 大盘大盘的这个板块 第一权重是科技 我们看科技还行对吧 那银行这边作为第二大马车 如果是拖累市场的话 大盘可能也不会太好关系啊 那可能可能是从价钱表现 从板块表现上来说的 因为我们看看各大交易品种的这一个资金流啊 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图 那标普版资金流这边又有这样的一个上上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跟着道指呃还有IWM还有QQQ啊 感觉这边虽然说价钱上较上周呃有低点啊 较上周来说这边算是低点对吧 这两天周一周二也算是呃没有怎么太大的上下动静啊 那我们看到资金流这边是有上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标普版呢现在是在50天均线啊 比较20天均线以下 道指呢也是啊 唯一比较强的是中小盘 还有QQQ啊 啊那加息的话美元走强 其实利小国内利好美国内的这个中小盘的股票的啊 利空啊QQQ这个阿斯达斯达克的科技股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中小盘非常强啊 领涨股指 那看中小盘接下来能否守住20.50天均线继续的领涨啊 中小盘不跌我相信其他都很难跌啊 其他都很难跌 可能更多是在中小盘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上下的一个牵扯啊 注意资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变换 然后黄金这边资金流也开始有挑高了啊 这边资金流开始挑高 那美联储之后啊 美联储加息之后 那这边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预判啊 美联储今天加息是无疑的 3月份加息一次对吧 然后之前我也说了6月份加息一次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12月跟9月份到底哪一次加息的问题了 如果说鲍威尔暗示加息三次的话 那我相信市场是能够接受的 而且已经是准备好的 如果市场啊 如果这个鲍威尔暗示要加息四次 而且态度比较坚决的话 那这里市场可能会需要一个短线的一个波动啊 然后去price in加息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加息的大前提就是通胀 通胀也是美联储奠定是否要加息 或者是加快加息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通胀目前来看核心通胀 只是达到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 甚至有些月份还没有达到2% 有些地区呢也是远远没有达到2% 纽约的话通胀已经是可以达到2%的啊 这个月的这样的数据啊 纽约这个可能大城市比较快一些啊 经济发展可能比较快一些 通胀已经达到2%以上了啊 那如果说通胀能够稳在2%以上 那我相信美联储加息四次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甚至可能还会更高啊 那现在通胀是没有达到2% 大部分情况还有平均情况来看 加息三次 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折中的一个选择 也是市场现在能接受 而且已经price in预测好了 预备好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加息三次的话 我觉得黄金这边 也就意味着通胀预期没有非常的高 那黄金这边可能会走低啊 黄金这边可能会继续这个下降趋势 连50年均线20年均线都过不去 但如果要加息四次的话 我觉得市场会出现恐慌 同时通胀预期会走高 黄金这边可能会向上啊 那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 看巴尔尔怎么暗示了 那巴尔尔之前已经在公开市场里面 已经有暗示过啊 今天是巴尔尔新光上任第一把火 公开这个记者发布会啊 那看到是新光上任加息三次呢 还是加息四次啊 这边暗示就非常重要了 那我们看到原油昨天也是通过一些 外围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新闻 突破了这个三条形啊 战上了20年均线跟50年均线 那这边就不能再看空了 资金流这边也是继续上调向上啊 昨天日内要转为做多啊 转为做多那也可以关注一下原油股 上面一会的这个资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当然这边通胀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原油 那我觉得通胀肯定会起来的 慢慢随着经济发展啊 只是时间的问题 通胀起来的话说明经济活动过热 那这个原油的需求也会支撑的这个价钱 天然气算是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一个品种了 基本上不管其他的这一些品种之间相关的联系啊 那这边感觉资金流来看是比较偏向于看涨 20年均线50年均线我觉得都是接下来的目标啊 甚至可能会往高的地方走 今天纽约下雪啊 那每逢下雪的时候感觉天然气这个行情就会起来了 但是不一定会涨啊 不一定会涨 下雪之后可能会涨之前好像下雪之后好像可能会跌啊 然后可能再涨感觉这个天然气对下雪还是比较敏感的啊 通常会出现大的波动在这个下雪的前后 美元不断的走高也是加息的预期啊 加息的预期不断走高 那我觉得美元这个这个多重底啊 三角形可能要突破向上了啊 那看是不是今天还是这一周还是下一周了 资金流这边非常明显的一个变换 回到零线以上 现在又有上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国债50年均线收阻 资金流继续向下的一个趋势的话 可能国债还有一腿向下跌 也就是利率啊 10年国债利率可能最后会冲击到3块钱 也有可能啊 3%不好意思啊 3%啊 那之前有同学问说这个国债利率 10年国债利率到3%会不会对股市有负面影响 当然会有负面影响 但是我觉得影响是非常小的 如果能够再往上走到4%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对股市有更大的影响 甚至是熊市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了 那目前只是在2.8%到2.9%之间吧 没有冲破3% 那我们看今天是否会冲破3% 冲破3%的情况下 就是美联储可能要加息4次了 恐慌指数 中期的短期的VXX跟VXZ 这边我们看到也是站稳倾向于在20年均线附近啊 资金流不断的走高 日元避险情绪的货币 也是在高位盘整20年均线放下 然后资金流不断走啊 说明市场这边还是有很高的恐慌情绪在的 避险资金在的 这个刚刚也是在情绪当中能看得到了 板块方面我们看只要有林涨板块的话 我觉得大盘就很难跌 但是我们看这边没有太多的林涨板块啊 没有太多林涨板块 资金流这边也是相对较弱一些 那科技可能是最强的一个了啊 还站在50年均线跟这个20年均线之上 盗雄市交通指数这边资金流有上调 从整体表现来说的话 能源20年均线附近 很多其他的板块这边都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好的了 healthcare还有consumer staple utility这边相对较好一些资金流入避险情绪较强的 防御性的utility板块 道雄市交通指数还有XBI这边资金流也是 感觉有上调或说没有太多的这一个 继续深入到林涨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站在20年均线跟50年均线之上 financial相对较弱一些啊 资金流是比较难看的在这里面 所以这边整体来说的话 板块感觉也是有点糟糕啊 那我们在周报里面也讲到了 周报里面讲到说大盘 其实内部情况是比较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周一周二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弱势啊 特别是周一日内几乎是跌了2% 标普板很多板块都是跌超过2%的 那我们看到昨天是稍微有缓解啊 今天就非常重要了是继续跌还是上上 上上可能回踩一下这边2,000 这个标普外2,000 2,740也就是2,740啊 这274SPY可能会回踩一下 相上突破还是向下啊 我觉得这边可能性都有 当然向下如果再走一个极端的话啊 再大跌一两天的话 那收入地会到一个非常好的超低的机会 我们在那VNQ 50天均线 Real Estate ETM也是在50天均线 站在50天均线之上了啊 那感觉这些之前是因为加息预期大大走低的这些分红类的板块 房地产类的板块现在是有资金重新流入回来了啊 资金重新流入回来 那也是跌了很多了啊 跌了很多了 那终于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base 或是一个双底 然后现在开始走出来啊 但这也是反弹行情而已啊 反弹行情大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依然还是下降的趋势 Retail 比较弱啊 Home Builder 也是比较弱 中小盘的金行算是比较强的了 那这个算是市场的一个先行指标啊 那这是国内的 美国本土国内的一些中小盘的一些银行 区域系银行 那如果这些走强的话 说明美国经济好 对吧 那也说明大盘可能也很难跌啊 大盘可能也很难跌 经济预期也不错啊 加息预期也不错 那这个也是XLF的一个先行指标啊 我们看到它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我觉得XLF还是有救的啊 呃 能源类的 其实资金流都没有非常的好看 我们看金属类的资金流也是较为糟糕啊 特别是这种大宗商品 我们看到农产品 钢铁 铜 金属 这些 呃 都是感觉有点弱啊 感觉有点弱 那这边可能也是受到 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那我们说了如果有通胀的话 如果有通胀的话 这些金属类的钢铁类的农产品类的 价钱会走高 那我们看到这边感觉通胀预期似乎 就没有这么强的一个感觉啊 特别是可能金属钢铁类这边可能也受到贸易保护相关的新闻影响 那贸易保护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保护 呃就是一个把大家都拉到一个呃 同一个桌上然后去谈判啊 或者引起大家的注意过来跟美国谈判啊 呃那我觉得对钢铁铜可能这边贸易保护 甚至铝啊 钢铁铝不好意思啊 钢铁铝这边的贸易保护 其实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一些利好啊 大多商品这边还是偏强的资金流啊 在20天均线的50天均线 这边还是由于原油的原因啊 啊这个dbc比较大的权重就是oil啊 呃这个原油啊呃 呃gbtc gbtc 电子货币这边是唯一的电子货币的ETF 但它也是一个trust在OTC上市的啊 感觉这是电子货币这一个大反转 还是比较让人兴奋的啊 50天均线每次都过不去 当然这一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premium 呃不建议大家去投这一个 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电子货币的话 直接买比特币就好了啊 不要买这一个这个还是有很大的premium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当做是短线几天内的 这样的一个波段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呃我们是在13块钱左右这边建议大家买入 这边说不定能够往上到16 17 甚至更高的位置都有可能 当然这个要看比特币反弹到什么位置了 感觉G20这边并没有传出太多的负面消息啊 那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各个国家啊 啊财长啊方面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啊 监管啊监管就是防止洗钱啊等等一些 这些这些啊 反黑反贪啊这方面的啊 反网络反这个网络安全啊这方面的一些监管 感觉对电子货币来说可能总的来说是一个利好吧 啊因为有监管的话那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啊 比较好的事情说明大家这个投资起来更为的安全啊 那我觉得G20这边没有没有负面消息传出来 其实就是好消息加监管的话潜在也会拧来一些 逆多的一些情绪啊也适合大机构参与啊 那这边Facebook非常有意思了也许多天的大跌啊 但是我们看到资金流还是正的啊 那Facebook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200带均线就是 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啊就是非常好的抄底机会 你拿的一个月三个月啊我觉得你是不会亏钱的 那短期来说难讲啊可能上下还会有征服 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说Facebook跌10到15% 就是买入的机会像上次一样195跌到175 175这边185跌到165昨天接近162 160的价格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开始考虑了啊可以开始考虑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要把握一下啊 Amazon不跌不给机会啊跟Netflix一样在高位 那Google这边也是啊这种跟这个互联网广告啊 Social media广告相关的这边跟包括这个Twitter啊 Snapchat都跌的下来了啊那Google这边是相对较弱的 资金流也是confirm这一次下跌所以Google我觉得不能碰啊 其他的看上去都还可以 苹果这边也还行至少这个趋势还是不错 Tesla这边也是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线附近做多的机会 资金流其实这次并没有非常的负面啊 然后booking.com之前的price line也是离20天均线50天均线比较远 需要回踩一下啊需要回踩一下 阿里巴巴20天均线50天均线之上资金流非常的漂亮 阿里巴巴跟京东我觉得 今天早上也看到有这个消息啊 要这个好像进了6个月内要回归A股 那这个消息不得了了直接打开价值空间啊 阿里巴巴京东等A股我相信啊这个等中概股 在长期在美国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空间会被打开 包括网易啊百度啊这些老大哥可能都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起步啊 那网易我们这边是有仓位的啊 这边是告诉大家一下巴里巴巴很多同学都有仓位啊 然后百度可能我们关注的稍微少一些啊 因为有阿里巴巴京东网易就足够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中概啊 那这边时间关系我就不想讲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问答这里提出来 问答问答啊 这里看到zoom这里聊天 聊天不要在这里说话啊 在问答这里聊天这里大家可以聊天 不好意思啊 可以在问答这里 Q这里看到有个图标 这里开始提问啊 我们马上开始进入到提问环节啊 那宁伟达来到250 那250还是过不去啊 那我之前也说了很多同学说 宁伟达能到什么物标价 那我说啊 市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250就已经是不错了 250以上就是送钱的啊 这250你就要跑了啊 250以上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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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钱的 那我觉得送钱的概率比较小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是否能够突破250 那如果能够突破250的话 那也是需要整体市场的一个配合 因为毕竟宁伟达这个公司不小啊 需要整体市场的配合 那麦克尔少趋势依然非常的漂亮啊 趋势依然非常漂亮 资金流稍微弱一些啊 资金流稍微弱一些 整体科技股还是比较强的表现 对吧 那我们看到整体科技股表现比较强的情况下 大盘应该也会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弱啊 除非科技股也是整体走弱 板块科技股感觉这边是有些分化的 市场本来就有些分化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有些弱势 那希望市场能够尽快的消化 公司消化今天美人储的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啊这些信息消息方面的一些一些内容 然后呢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方向 或是一个确认的方向 这样比较好操作一些啊 也如果上下降来回的启动的话 还是非常难操作的 MYNO 武交所 Maclean Oscillator 我们看到来到波罗那边上沿的时候 我说这边要小心啊做多啊 然后下沿的时候这边我们开始看有没有超级的机会 买盘指数昨天也是大幅的回落 近期我们看到买盘指数都是冲高回落冲高回落啊 那买盘指数又回到均线 回到这个平均的这一个中线附近啊 那这边看看有没有一些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 我们看到每一次当买盘指数升跌的时候 或出现升V的时候 那都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出现的位置啊 那看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Maclean Oscillator 是什么样的 纽交所的啊 这个纳斯达克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这边我就不累赘了啊 另外我们看看本周财报 本周财报无疑重点就是Oracle跟MU 那Oracle已经过去了啊 那Oracle我们是在做了一个straddle 这样的成功啊 做了一个straddle 就是买了看涨的同一个stride 看涨的call跟看涨的put 看跌的put 然后我们看到Oracle盘后是大跌 10% 开盘大跌10% 那这边put 直接是翻了三四倍吧 直接翻了三四倍 然后呢 这个call当然是不值钱了 但是没问题啊 这个put的价钱 直接弥补了这个call call的这个损失啊 那这边Nike 我们也是同样的套路做了一个 那啊 还有Fedex Fedex我是不看跌也不看涨 看持平的啊 所以Fedex呢 建议大家做了一个butterfly 那今天好像开盘感觉还应该不错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动静 然后Nike呢 22号财报吧 明天啊 周四盘后 那周四盘前盘后 看看这里 周四盘后跟micron一样啊 Nike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strangle 做了一个strangle strangle不一样 就看上涨 看大跌大涨的啊 看大跌大涨的啊 另外这边还有一些比较可能小的 大家也可能有关注啊 注意一下这个财报的日期时间 看看有没有这一个期权方面的套利啊 或者说你持有的仓位需要调整 控制一下风险 那MU将会是至关重要的 一会我们来讲一讲啊 MU我觉得高位盘整不跌 而且之前的一个上拉玉袍 这个预示着可能 市场对MU的财报 期望很高 但是可能会失望 但失望也不一定会跌 一会来看一下啊 本周的重要事件 当然就是今天2点钟 以及2点半的啊 这个美国加息啊 美联储加息的决议 跟鲍威尔出来的新闻发布会了 也是应该是他算是第一次在公开记者上 出现这样的发布会的情况啊 看他是怎么说对媒体有什么的 对这个金融市场 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暗示啊 那3月份加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板上钉钉94.4%的这个概率 6月份加息概率也是高达70%到80%了 那基本上也是6月份要加息 那接下来就是9月份跟12月份 到底哪哪一个月加息 目前市场是pricing啊 三次加息 加息四次 我觉得市场要出事啊 要出事 因为市场没有准备好 要需要一个pricing 那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那我们看今天 达了问答环节的问题啊 我看到今天已经很多同学 开始提问出来了 对就来自台湾的同学啊 欢迎啊 S&P2 珍爱生命远离垃圾股啊 当然这一个sabi management 是已经买了一些股份 10%啊他什么都买 他很喜欢买垃圾股的啊 这种股票我觉得感觉 没有什么太多的底部行情出现啊 暂时没有太多的底部形态啊 当然不排除有新闻爆发起来 BA的话那我也说了 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在302附近考虑啊 302是连续给了几天的机会 我觉得BA如果说大牌要去新高的话 肯定少不了BA的啊 BA能去400块钱啊 我觉得这个趋势不破的话 这个400块钱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吧 非常有可能的啊 价值上他也值400块钱 因为他以他的这个增长性啊 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大公司 当我这么大 但他这个现在已经有点像成长股了啊 有点像成长股了 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的 当然如果说贸易战争开启的话 对他有负面影响 因为他很多的订单来自中国啊 来自于中国 推特什么时候买 推特我让大家先不要买啊 先不要买 这个缺口补了随便买啊 我觉得这个缺口啊要补啊 这个缺口要补 当然不补的话也可以啊 不补的话也可以 可以强势的市场下也不一定要补啊 可以可以直接回去啊 但我觉得这个缺口还是要过来测试一下 50年均线29 27 28 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啊 如果来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会买回来啊 我会买回来 如果说他不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也不值得去买啊 因为推特其实并不便宜啊 并不便宜 你给你去买Facebook 你给你去无脑的去买Facebook Facebook昨天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上一次回调15%买入机会对吧 这一次也是非常长的一个帧 非常长的一个帧 那今天盘前目前是 还算还可以吧 10 167 167 较昨天低一点点 那看今天这边是不是会有再次回踩的机会 那我觉得163到160 158这边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个建仓空间啊 当然这个空间 比较大五块钱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具体市场会砸到哪个地方是底部啊 还得看盘中的一些变化 那我觉得158到160这个非常好的位置了 看能不能到啊 看能不能到啊 不一定能到啊 不一定能到 ALB做离电池的吧 没记错了 那你还不如直接买Tesla 还不如直接买Tesla 康 康 私有化传言之间一起一直都有啊 3月22号 财报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财报基本上对它影响不大 因为我觉得财报它也没什么太多增长性 那可能更多是关于私有化方面 或者是价值方面 觉得还是比较比较便宜的一支中盖吧 但是感觉已经长很多了啊 感觉已经长很多了 TXMD女性的福音啊 女性的福音的这个大三角形 我觉得最终还是会能突破向上啊 可能需要点时间 可能需要点时间 沃玛200天均线看看有没有机会 200天均线这边从高位跌下来已经20%了啊 已经是20%的drop 那种好股票的话 京东跌20%你要不要对吧 阿里巴巴跌20%你要不要啊 这种可以考虑一下啊 当然这种可能需要时间会去回去了 不一定这么快啊 三倍ETF建议大家去做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GDX 那黄金刚刚我也讲了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做这么这个NUGT啊 或是DUST啊 还是要看一看GDX黄金金矿 这个一倍ETF相关的表现怎么样 真耐生命远离迅雷PCG 感觉图形也比较糟糕啊 一个有借题板块的 Facebook讲啊 苹果刚才讲了京东我们可以看看啊 京东好像盘前也是有些异动啊 走高了 盘前走高一块钱左右 京东从图形来看没有阿里巴巴墙 但是呢它也有后发制人的补涨的 这样的一个潜力啊 这个三角形最后看看能不能突破向上啊 那我期待三角形最后还是会突破的 需要点时间啊 可能需要点时间 GLW 比较少的一个5G概念的一个股票吧啊 我觉得这边嗯 你说做一个雄企往下跌也是有可能 但是这一个公司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实在是太便宜了 还有本年花2%的分红 我觉得真的很难再往下跌了啊 真的很难再往下跌 从基本面来讲已经跌出了非常多的价值 跌了20%从高位跌下来 我觉得慢慢会回去啊 但可能需要时间啊 真的需要时间 这种盘口比较大的股票 可能一时半会很难回去啊 一时半会很难回去啊 一时半会很难回去 YYYY真的是非常好的公司啊 连呃 我觉得虽然说可能市值没有阿里巴巴 或是没有像百度网易这么的受大家关注啊 但我觉得YY非常好的公司 110附近我觉得没有给到机会买入是比较可惜的 那现在来到阻力位置也不要去追 12750天均线阻力 我觉得会回踩117的这样的可能性 回踩117 然后再给机会向上也可能啊 20的PE值 以它这样一个增长前景的话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 要找机会买入啊 Qualcoin已经费了啊 这个没有增 没有这个收购方面的内容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费掉了啊 BBBY 这边下降趋势啊 但下降趋势的上延 4月11号看看有没有 之前会有浴袍 还是说要等到4月11号 把惊喜留在4月11号啊 做空比非常的高的一支做零售的啊 家庭用品这个Home Furniture 方面的一些啊 还有这个厨具啊 或者家具的一些家 在家里面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的 一个retail store啊 一个大的retail store 还是挺喜欢这一家的啊 挺喜欢这家店的啊 但是感觉人不多啊 人不多 毕竟还是受到电商的这个侵蚀非常的 非常的严重啊 那也是有非常多的价值了 不到不到7的这样的一个PE值 那如果说价值板块回归的话啊 现在目前是科技板块 这种高成长板块比较强啊 那价值板块如果回归的话 这边我觉得4月11号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如果说一旦跌回到21块钱以下的话啊 那这边就会比较难看了 21块钱是多次这边守住的支撑 21块钱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20块6毛519块都是继续下探的这个可能性啊 是要非常的非常小心的 这只股票觉得多空都有可能啊 KTOS10块6一破止损 现在沦为一个短线的股票了 因为趋势已经是变换了啊 Blue Blue我觉得对这个Carty概念比较熟悉的啊 免疫疗法比较熟悉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啊 跌到波伦局边下沿了 每一次波伦局边下沿都是非常好的买入机会 当然这可能是短线的一个买入机会了啊 但设好在近期的低点 就是昨天177.7附近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止损的位置啊 我觉得短场短场一下是可以的啊 ZTO中通快递也是这边财报的原因啊 财报数字不错但是涨很多了 然后预期可能下个季度不行 然后这边也是跌下来 那也是跌到了这一个区间啊 跌到这个区间下沿这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有上面的机会啊 我觉得公司还是可以跑向更高的 呃 但感觉中概回归跟他没什么关系 呃 接下来可能电商方面的consolidation 或者说竞争也会加大啊 所以真的感觉还是打一个问号 那看图星这边到底是怎么样 最后是怎么样演变的啊 是下破还是向上 这边至少这个趋势线目前是守住了 至少这个趋势线还是守住了 区间能不能买吗 这个问题我不能告诉你啊 我不能告诉你能不能买 毕竟这是一个大型线上公开课啊 不是说给交易建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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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啊 50天均线注意一下啊 50天均线注意一下 那些开始缩量的一个回调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啊 缩量回调是一个好事啊 VWO这种就是大的ETF 可能资金比较大 或者说喜欢做ETF同学是经常关注的啊 Emerging market 如果美元走强将会立好Emerging market 那我们看到昨天美元突破 Emerging market也是上来了 那看美元是否会继续向上突破 那这边也会立好Emerging market向上 默默基本上他回归A股 基本上可能性比较小了 轮不到他啊 轮不到他啊 还有很多老大哥等着呢 对吧 阿里京东百度网易啊 还有很多老大哥在等着的搜狐 对吧 这些新东方 是最早一批上市的在这个美国啊 那默默轮不到他 那这个上涨趋势还是非常的漂亮啊 他的其实价值空间还是有的 但是如果他不回归A股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太多的拉扯 可能更多是跟着老大哥走 但其实他也算是一个近期的一个龙头股了啊 近期的龙头股了 那看看能不能去到40 我觉得价值50块钱没问题啊 涨到50我觉得不出奇 但他不到50的话可能需要时间啊 FXI也是一样的道理的啊 也是一样的道理 跟刚刚这个VWO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ryptocurrency? 非常投机的一个品种吧 我觉得适合短线交易者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能力的话 还是不要做的啊 除非说你在6000块钱都买得到 像前几天7000多也是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啊 那我觉得8000以下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可能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去把握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到 或者并不是所有人就是做 适合做cretal currency 那cretal currency的未来 我觉得如果政府开始走向 合理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 cretal currency还是有非常远大的一个未来 比较远大的一个未来 insm图形还是不错的 200天均线这边采注了 我觉得这是可以买啊 这是可以买均线 现在还没有走平 但可能需要点时间 需要点时间吧 这只虽然说我没有太多了解啊 但单从图形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setup啊 可能高位开始做一个盘整 然后开始向上回到前高的位置啊 这只可以注意一下 这公司做什么的我还不知道啊 一个biotech流动盘比较小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公司基本面要去看一下啊 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啊 FDA的这个世界时间要注意一下啊 不要拿着这个 不要就不要拿着仓位 或者是完全无知的拿着仓位过这些事件 因为很有可能会被腰斩 CMCN财报 财报还行 但是跌下来了 图形非常难看啊 这种基本上可以放弃关注了 这么多好的中概 做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这个之前20块钱附近大家做了一波 现在上来又跌回来到21块 那这只还是比较有套路的一只股票啊 比较有套路 套路比较深 那之前反弹之后 我们看到是出现一大波上涨 那这一次呢 没有出现一大波上涨 50元均线就受阻了 现在回到这条趋势线这个位置 跟之前的强势来说 这边感觉相对较弱啊 所以这只我们也暂时先不要关注 这就是属于是realistic sector SBE 一只原油股比较低估 也是站上各大均线之上 20天均线跟 8天均线 30天均线都站上了 再往上是50天跟200天 我觉得这只股票是有些价值的 如果你喜欢原油类的话 XLE XLE其实相对较弱一些 XLE原油类的话 我觉得这只相对较强 可以考虑 如果你说觉得原油可能会上涨 能源百货可能会上涨的话 Big Car Big Auto 正在生命远离Big Auto 考虑Auto Home A-T-H-N A-O-I 是什么公司 不是很了解这个公司 Tobacco 做做烟的 这是做烟的还是做大麻的 感觉最近好像FDA是有 听说最近FDA是有消息 好像是要监管这个 烟里面的薄荷等等这种上瘾的成分 这边可能不知道是否对烟股 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MU MO 对有 我看到MO这边是大跌 连续大跌三天 分红4% 分红4% Curus Moil 这个也是 PM 这边也是连续多天的大跌 那感觉你这一支A-O-I 这可能不只是做烟草这么简单吧 那怎么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好像好强势啊这一支 严重低估 严重低估 可能是因为价值上面比较便宜 现在开始有追赶吧 我觉得这支 动能上面还是很强的 我觉得还有可能还会有高点啊 这就适合动能交易者 就是短线动能交易者啊 不一定要过日内的 不一定要过夜的 可能是日内一两天内 或者几天内的这样的交易 入苦 这边有非常大的抄底的期权异动 但昨天是有这一个机构评级上调 然后短期的出现昙花一线 看看后续能不能守住这一个低点啊 如果这低点不断抬高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回踩一下 39原来突破的这跌破下来的位置啊 但是仅此而已了 ESIO非常喜欢 群里面有一位同学 重仓这支股票 当然我不建议大家重仓啊 所以说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一支Semiconnect 一路过来的这边推荐上来给大家 但是千万不要去重仓一支股票 好吗 一定要不要重上一支股票 反正10的仓位 最多你可以短线达到20% That's it That's it OK 确保你的仓位是一个平均分散的可能性 要不然遇到某些事情 一下子打下来的话 你可能永远翻不了身啊 而且已经站上各大均线了 5月8号财报 我觉得财报之前 比他这种流通盘啊 他做空比其实也比较高啊 可能还有一点点空间 但是也不适宜去追 有稍微可以拿着啊 BA刚刚讲了 芳华 芳华其实我一直讲啊 芳华我其实一直讲 那这边大跌下来 我看了一下财报数字还是比较烂的 那我看到机构还是没有放弃这支股票 依然在不断的买入啊 依然在不断的买入啊 我也搞不懂啊 当然有时候基本面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们小伞能够说的明白啊 因为可能机构知道更多的信息 可能他能看得更远啊 可能知道内幕也有可能啊 那单独图形上来说 我觉得这边还是挺强的 那上一次这边也是一样啊 短线一两周守住之后又去新高了 那这边感觉是要填补一下缺口这个感觉啊 那注意这支成交量是比较小的一支股票啊 所以我也不好在示范群或者是公开讲太多 因为现在关注我们学院的这个动态的人太多了 对于是这支公开课我看到已经有 嗯 进进出出接近三百的人了啊 现在是接近两百人在看啊直播啊 所以我讲一支股票 如果每个人买个三百股的话都不得了啊 所以小成交量的股票我们这边要非常小心啊啊 Amba非常好的公司完全不理GoPro和Fibbit 原来是跟GoProFibbit继续走低 但我们看到明显的GoProFibbit在新低 它确实出现了一个higher low 站在各大均线之上啊 我觉得这支股票应该是能够往更高的工具 能够往更高的价钱走啊 来晚呢能收下老师用的工具 这个是TC2000 这是TC2000 NUS 图形不错啊 图形不错 这个New Skin 在中国是直销的啊 我用还有一支是这个叫 H NTHP NHTC NHTC 这支也是做直销的 我觉得这支也是比较便宜的 但这支成交点是非常小啊 这支成交点是非常小 UBNT UBNT 这边对吧 这个股票套路非常的深的 大跌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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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路不会投 一路不会投啊 已经但是已经没法追了啊 真的没法追了 AOI 光纤类这支是最弱的 光纤类比较强的 这两支当然有新闻面啊 当然有新闻面在这边 消息面在这边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的 FN FN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点啊 这个图形实在是太漂亮了 14的PE值 我很好在很少在公开课里面讲这样的话啊 FN注意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有交易 非常好的交易机会 Intel 大盘股 没什么好讲 基本上跟它大盘走啊 那它还是相对来说较强的 对大盘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撑啊 NTNX NTNX 跟它类似的这些科技 网络科技 软件股票 我们看到 MULE 对吧 昨天说被这个 传言是要被 Salesforce收购 这边MULE 也是 MULE也是走高 还有这个Coupon 这边也是啊 继续的走高 那像这些 互联网 科技 软件股 我觉得这个动能实在是太强太强了 实在是太强太强了 因为高位 也是赖着不跌 可能说不定还有新闻 或者说说不定还有动能在上面 这个实在是 让 让我觉得也是觉得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像这种股票 一般我就不会去追 也不会去碰 因为我觉得是高风险 高回报 那我能 我们还是能找到其他的 这种低风险 高回报的setup 对吧 不一定要去掉在这一个树上面 Fupleman 图形也是慢慢的去向平 去向走平 均线也是走平 那我觉得这边 最后方向可能还是向上 向上 BB Blackberry Blackberry 算是价值公司了 算是价值公司了 这边当时我们也给了一个 这个目标 目标 目标也是达到这一个区间了 目标也达到这个区间了 目标也达到这个区间了 我觉得还是能往上走的 这个慢慢已经跟 这个自动化驾驶有些关联了 那接下来可能自动化驾驶 之前可能是更多是licensing方面的 可能它这边有很多的营收是licensing方面的 还有大量的现金 它现在可能转型到了自动化驾驶这方面 这个方面可能对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未来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打开 空间的一个打开 GPTC刚刚讲了 我觉得最终还是会突破这条线 可能去到50天均线到17块钱吧 50天均线将会是第一的目标 Snapchat已经严重破位 这个下降趋势感觉要延续一段时间了 延续一段时间了 那VI从IPO到现在的平均成本线 是在15块钱附近 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要踩一下 这位置可能要踩一下 去电奖啊 巨派No.1 Huge Potential Chinese Stock 当然这支成交乱比较小 这边我们也不多讲了 我觉得这支也是不错 YQD drop a lot 很正常啊 涨那么多回调一下 对吧 不是很正常吗 HIG 我觉得之前啊 在早几期或者说第三季第二季的时候 当时我们讲去电的时候 当时没有很多人关注的 现在全部人都开始关注去电了 让我觉得有点怕 可能去电是被我们讲起来的 但是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情况下 或者感觉大家都套在里面的情况下 让我今天觉得有点 有点有点荒 有点荒 散户开始进场了 这支HLG 这支教育股啊 我觉得这支实在是太强了 但是成交量非常小啊 没法参与啊 没法参与啊 很多教育股都是这样子 中概的这支教育股啊 可能就只有 只能自己慢慢的玩了啊 自己去玩了 如果说我一喊的话 一进场的话 这边可能会惊动庄家啊 我觉得这支的话 还是在相对较低位的 像许而斯啊 新东方最近都突破来到新高位置啊 是不是许而斯来到52都新高 教育股股股股也比较强啊 这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BEDU 在成交量非常小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达内教育 这边成交量也是非常小 在相对的低位 这两支 我觉得说不定有机会啊 说不定有机会 GDS GDS好像财报也没有很好 但是也没跌 那今天是国双会发布财报 在今天的盘前还是盘后 不记得 反正今天21号 应该是盘后吧 那这些数据中心 如果说你相信 数据中心将会在亚洲 或是中国大型崛起的话 当然那个好像 俄罗斯也是有稍微 有些布局这方面的股票啊 大概去研究一下 数据中心就是国家扶持的 互联网项目 互联网项目 发数据 我觉得发数据 人工智能AI 这个也是习大大多次 在讲话当中讲到的内容 当然可能他不一定懂 但是呢 他觉得这个东西 将会是祖国的一个 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也是需要 必须掌握的这样的一个科技领域 原油 原油突破了 原油突破了 刚刚也讲到原油 CMCM 蒸带生命 远离 CMCM MOS 感觉农产品这方面的 已经是大势已去 AVGO 抄底吗 不抄底 我只喜欢MU 我只喜欢MU AVGO Not my type of team Facebook Facebook刚刚讲了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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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也是非常漂亮 觉得无论经济怎么样 大盘怎么样 法拉利 大家还是要开的 对吧 看看能不能突破向上 当然这个成这个成长性 其实相对这样的PE来说 已经非常贵了 但是我觉得收持品车 可能相对于整体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PE值来说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Premium Maybe Google 讲过了 我觉得Google不是很好 OSDK 既好就收吧 马上要进入到主力区间了 这个4849 这边是主力 再往上都是主力 我觉得你还不如买比特币算 CVE 刚刚也讲了 不错的一支原油股 基本面不错 但是就要看这个能源 能源板块跟原油价钱能不能起来 如果能起来的话 他们都能起来 CM CRM CRM 昨天是宣布收购 收购方自然而然就会比较难受了 对吧 宣布收购这个MULE 跌下来了 我觉得不是买入机会 并不是买入机会 你要看看CI CI这支股票也是宣布收购 跳空低开 然后一路向下 那现在可能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抄底的位置 但是CRM并不是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 WGO 公司不了解 做这个recreation vehicle 做这个拖车 房车对吧 感觉被市场炒作的有点厉害啊 这个概念 不是所有的千禧一代都喜欢买拖车的 谁会喜欢买拖车 买这种房车啊 我觉得千禧一代不会买拖车 不会买这种房车的吧 但新闻上面CNN老师在说千禧一代喜欢买这个增长性非常强 好像说很多客户都是千禧一代 我觉得这个有水分在里面啊 大家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 50天均线过不去 我觉得还是很难受 如果能过去的话 有一波啊 说不定啊 另外一支就是 throw industry THO 这个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啊 一样的一个道理啊 这一批讲了 那大盘现在趋势是不是在整理的情况 刚刚讲了很多关于大盘的啊 请你去回看一下这个视频 视频也会稍后上传 Shotify太强了啊 跟Amazon一样宇宙最强股 第二第三 Netflix应该也是排在前三的啊 有的话持有 没有的话就算了 AND好像昨天也传言出来安全上的漏洞 好像消息消化的很快 毕竟不是一个主流公司 是以色列的一个公司 发布出来的安全报告 这个三角形最后能否排怀出去啊 我觉得10块钱是非常坚挺的位置 10块钱是非常坚挺的位置 如果能到10块钱买一点 如果不到也不及得买啊 也不及得买啊 SRPR 为什么老师有人问SRPR 真在生命远离垃圾股 好吧 真在生命远离垃圾股 你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吗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机会的吧 SA CASA 这支是IPO Base Breakout 那突破之后能够走一个ABC 也就是这边 A B 然后这边 B C 那已经超出了61.8 161.8的这个目标价了 这位同学说美林时钟用美林时钟是什么东西 用经济增长率GDP跟CPI两个宏观数据的高低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 复苏过热 现在应该是在复苏吧 对吧 复苏 那到过热期的时候当然就要小心了也是熊市开启的这样一个最好的时机 K K A RT 没有这个代码 查五尺代码 抱歉 SMI 这公司我不是很了解 S Taiwan Semiconuto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一支 经常跳空来跳高去的 50年均线暂时还是过不去 但我觉得这边均线扎堆了 而且走平了 稍微留意一下看看这边有没有继续向上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支可能还是趋势更倾向于向上多一点点 一年代非常好的公司考虑来一点财报已经报过了 5月21号 VRX 一般般 一般般 我觉得需要点时间吧 需要点时间 这边的确是开始缩量盘整 说不定也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向上的机会 但是需要点时间 MO 非常 OM OM非常好的公司 Sender Connect 继续持有或是找机会介入 Facebook低开 Facebook低开 Facebook低开找机会 他讲过了 Facebook低开找机会 Facebook高考也讲过了 Facebook高考如果说没有收购上面的消息 传言继续circulate下去的话 基本上就是没了 基本上是没了 MU 中长期目标上调到70 原来我们是50 60 70 不断的向上走 每一次目标都达到了 当然需要时间 这次也不例外 需要时间 当然一定可能性财报之后会直接达到 但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小 这可能性比较小 希望大跌给个机会 49 50 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给这样的机会 那我觉得MU 已经pricing了很好的利好的情况在前面了 那如果说财报跟预期差不多的话 绝对不会涨 可能也不会跌 那如果说低于预期的话 或者下个季度展望 越低的话 可能会大跌 当然大跌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我觉得整个大趋势是不会变的 正在生命远离垃圾股 IMPX ETSY 已经涨很多了 没办法了 这种股票没办法追了 以它的这个估值来说 假如图形这样上涨的话 有持有了 设一个trading stock BX 最好的中长线股票 不能说中长线 最好的长期股票 十分红的股票 唯一的选择 BX BlackRock Blackstone HIMX 这个图形真的很难看到 航空类的 交通类的 我们看到图形都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SPIRIT是我最喜欢的一支 SPIRIT是我最喜欢的一支 我们这边是带大家做了一波 但是这边图形开始有点走弱了 开始过八边均线 UA Under Armour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Nike可能都比较好 Nike都比较好 COTD是什么股票 找不到 查五尺代码 TESLA有没有抄底的机会 现在就在底部 现在就在底部 看看你不要抄一下 但是可能需要时间 这个不是一时半会 能够涨回来的股票 可能需要时间 下300都有可能 下300都有可能 英伟达 刚刚也讲过了 我觉得英伟达机会 有 但是一定要突破250 要成功战散250 放量 当然也需要整体市场配合 整体市场现在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方向性 暂时来说 暂时来说 那如果我们是更多静观其变 大跌我们要买 大涨 我们可能看后续跟进 HHT 以它的成长性来说 我觉得已经是严重超估了 Z SQL也是严重超估的一只股票 但是动能实在是太强了 这种股票 也完全不理会大凡自己去创新高 我觉得这股票只能继续持有 没有的话一定要等机会再上车 像这种45度角 60度角 或直接向上的这种 一定要等 不要说就这样直接上去 是非常危险的追高的这样的行为 那MU是否要减仓过财报 那当然要减仓过财报了 或者说你甚至你还要加一个 加一个期权仓位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你可以加一个 加一个PUN 加一个少量的短期的PUN 保护一下也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减仓就好了 减仓就好了 因为对充是需要成本 除非你的仓位非常的大 如果你仓位比较小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 做这个对冲的行为 就是买一个什么 看跌期权挡一挡 不用这样子 我觉得不用这样子 甚至你如果说 你熟悉这种期权策略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cover call sell call 在上面sell一个out money call 然后你下面是持有股票 对吧 大不了最后你的股票被call走了 对吧 但是也是也是没亏钱的 也是没亏钱的 只少赚了而已 BA能否阿里巴巴能够分析一下 阿里巴巴其实刚刚也讲过了 觉得价值空间打开 价值空间打开 会慢慢的回到200 甚至更高的物质 210220 我觉得It's not a problem It's not a problem 当然这个也是跟大盘走了 如果大盘走强 他也会跟着走 那如果星星板块如果走强 美元走强的话 他也会跟着走强 因为它是跟美元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美元走强他也会走强 因为美元走强 其他的这种货币走低 对吧 那其他会不会走低的相关的这个 对他们有一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一下聊天这边问题 基本上跟刚刚也是重复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做多的这一个讲解了 那今天大家问题感觉比较集中 我们也是一起全部解答的 解答完了 那今天就看加息了 对吧 看这个2点钟以后 2点钟以后加息以及2点半 我觉得加息没问题 2点钟估计波动不会太大 因为加息 今天加息250个基点没有问题 2点半包而讲话这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开盘的时候 目前大盘是略微的走低 但是没有太强的卖压 昨天也是一天比较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太强的卖压 也没有太强的买盘 买盘 反正市场都是在静观其变 在静观其变 很多都在观望的这样的一个难游 那美联储通常会有这样的 这个美联储加息日通常会有 或者是fat day不一定是要加息日 fat day只要有美联储人出来讲话 重要的像周三这种日子 周三2点钟这种日子 通常会怎么样呢 会出现一个fake move 出现一个fake move 就是他可能会瞬间在消息出来之后 瞬间向上然后再砸下来 也可能会瞬间向下 然后再拉回来 不会出现这样的V型的反转 就是fade the trend fade the trend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还是由于市场的解读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一开始机器人交易 机器人是反应最快的 新闻出来之后 有些关键词被看不到之后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方向性的反应 那机器人可能会把价钱推高 然后可能动能交易者追入 或者说有人继续追入 但是等他们回头来一想说 不对哦 这个消息可以有负面的解读 对吧 然后可能又被砸下来了 在没有任何成交量的情况下 或者延续的情况下 这个趋势是很难继续的 延续的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拉起来 第一反应是拉起来 但是后背被砸下来 第一反应可能是被砸下去 可能后面被拉起来 所以在美联储2点到2点半 或2点半以后 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甚至说今天如果是涨的话 明天锁点会跌下来 或者今天如果跌的话 明天更有概率也是会涨回来 所以这边大家注意一下 美联储要非 美联储day Fatday要fade th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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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trend很难延续 就是逢高做工 逢低做多 这样的意思了 逢高做工逢低做多 这样的意思了 好吧 这边是今天的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策略方面的东西 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更多的 请大家 拨打 firstrade的客户专线 或者说 发电邮 到firstradechinese atfirstrade.com 关注firstrade的官方微信符号 以及同时可以关注 我们有实战学院的官方微信符号 Virtual US 以及我们的官网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会把这次视频也是会上传上去 大家如果错过前面的部分内容的话 可以去回看 好的 再一次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们每天 每周的 每周三的 同一时间的 美股早班车的节目 由firstrade 跟美股实验证学院 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在老时间老地点 等大家上车 until next time trick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